共青团第一书记人选曝光公安部高层换人习家军在扩荣 中共共青团经整肃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更是罕见空缺长达9个月 近日港媒曝光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 中共公安部高层人士再次出现 调整除部长赵克志 在天政法委副书记要职外 部长助理也换成了习近平此前主政国的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长的林锐 至此长期被江派把持的公安部高层 已基本被习近平阵营接管 共青团将换届军攻系人马 成第一书记人选 香港明报6月24日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中共共青团18大将 选出贺军科为第一书记 贺军科原先的二把手职务 则由现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全国新联副主席汪宏燕接任 多个团中央直属单位已经开会宣布 有关人士安排6月23日 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发布消息称 共青团换届大会 共青团18大将于6月26日至29日 在北京召开这意味着 共青团中央空缺9个月的一把手 也将到位自官方2017年9月20日宣布 秦尼智卸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 该职务已经空缺至今已经超过9个月 这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图 贺军科共青团曾号称党的接班人 团中央书记尤其第一书记一直是进入中共高层的主要跳板 该系统历来也产出大批中共高级官员 而共青团中央一把手长时间的空缺 被认为折射出的是整个共青团体系的末路 在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空缺期间 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一直由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军科 主持2015年7月习近平曾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发表讲话香港明报援引京城消息透露 习对共青团做出严厉指责批起处于高位截贪的状况 同年10月9日中共党报发表署名团中央书记处的文章 文章还有提到共青团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据中纪委网站2016年2月4日通报中央第二 巡视组向中共团中央反馈巡视结果称 团中央涉及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定不言等等问题 赵克志天耀职公安部高层换人 6月21日中共公安机关召开有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会议 林瑞首次以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身份出席会议 这显示福建省厦门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林瑞已赴京任职 其前任公安部部长助理是61岁的王健官方 为通报他的去向 但按照中共惯例 副部长一般60岁退休 再过两个月将满51岁的林瑞福建敏侯人 曾长期在福建的公安系统工作 而习近平在福建任职长达18年席 从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分别任福建省下 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 徒林瑞林瑞也是现任公安部长务副部长王小洪的福建公安系统的旧部 公开的简历显示 林瑞曾长期在福建省公安厅任职 曾任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 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 而此时王小洪任省公安厅副厅长 林瑞也是王小洪的继任者 王小洪2013年8月从厦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调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后 林瑞同年10月从泉州市公安局局长 调任厦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至此 中共公安部已有6名高层 被指是属于习近平的人马 分别是部长赵克志 第一副部长王小洪 中纪委驻公安部剧检组组组长 邓卫平副部长孟信锋 许丹璐和部长助理林瑞 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官网显示 赵克志已出任政法委副书记 分析认为这显示在中共政法委系统中 公安部仍然高于中共的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虽然他们同属于副国籍 但中共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都仅是政法委员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